他说我没有一段男女关系 会维持得长过希特拉和她的情婦伊万 很老实承认 然后告诉她的世界就是这样 她不会有装模作样 带以想言的一些设定 她又是犹太人又是男人 加上她的样子不是很吸引 被人批到一些猥琐 再加上你整件这样的样女 左派的东西犯道德主义 显然会觉得有人受到冒犯 谢谢大家继续看我们和陶先生讲电影 上集我们讲了Woodie Allen 其中一部很出名的电影叫《迷失缺性婚》 我想继续讲多一点这部电影的原因 这部电影其中有一个特点 其实很代表Woodie Allen 就是说整个故事当然曲折离奇 最后结局出人意表的地方就是 他的故事简单说是一个情杀案 这个主角到底最后怎么去隐蔽 怎么去逃避各样合理的制裁呢 最后他是成功了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重点 就是在Woodie Allen的电影里面 他很多时候一些很聪明的铺牌 他也不落续套 我会称之为不落续套 就是他不会画一些很典型的 typical 的大团圆结局 也不是说他会很紧张 坏人一定会被拘捕 就是不像现在 有些戏要上某些地方 坏人一定不可以有好结果 他是从来都没有介意这些东西的 Woodie Allen其中一个比较 我觉得很吸引的地方 就是在于他对于那种 传统的价值的一种很大胆的挑战 你觉得怎样? 这种就是所谓的犬儒学派 英文就叫做Synicism 这个是来自古希腊的时候 有一种人觉得 这就是相对于中国的孟子和孙子 性本善和性本恶 他是一个性恶主义者 基本上 当然不是说他本身是坏人 是他喜欢探讨人性不同层次的秘密 尤其他自己 他从来都不否认他是一个 对于性那方面 那些婚姻外那些诱惑 他很难抗拒的人 他都向来都承认自己 都有很多弱点 而他的弱点 亦都是一般男人的弱点 亦是一般可能是小男人的弱点 所以其实Woodie Allen 他在这方面来说 是一点都不虚伪的 他说我对着一个美女 就算我有妻子 我都想动她 想教她 我都要设一条桥 看看怎样 one night stand 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一种动物的本能 所以Woodie Allen的电影 往往是探讨 是人性这方面的现实 他在探讨的过程 亦都很小心 他不是歌颂 亦不是刻意宣扬 他只是用一种很客观的方式 的呈现给你看 一个小男人 或者一个抗拒不了其他诱惑的人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 最可能会犯一种什么的错 然后以一种上帝的观点 居高临下嘲笑他 嘲讽包括他自己 这个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有装模作样 大以想言的一些设定 就是在他的故事里面 当然很多情况之下 他都是用自己的出发点去说 我是一个充满弱点的人 我亦都不介意刚才涂先生那样说 对于性那样东西 他没有什么自制能力 他都告诉你 他不怕跟你说 他其实真实的人就是怎样 所以变成了 正因为他的真实 正因为他的赤裸裸 所以我们上一集说到 他的故事是没有什么反驳 因为他很正确 他敢面对自己 但是他这种性格 老实说 或者他这种电影风格 在这个年代可能会受到很多披挤的 坦白说 向来也有点争议 尤其他自己的私生活也会有问题 搞上一个韩蕊的少女 那个后来也做了他老婆 在游宵 那个最初就有些少少 最弱点的地方是 那个本身算不算是他养女 他是他太太的养女 但是他又说 不关我事 我不认这个养女 所以我可以跟他结婚 没错 这个一度是令到他 在荷里活受到妇女团体 雷权主义者极度的披挤 叫人不要去看他的电影等等 那么 变成了 这一种限制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 一个創作 因为说真的 一个他的个人 个人行为操守 对于他的电影 好不好那样东西 是否有一个绝对关系 就是等于我拍了一部电影 是否等于每个人都会学我一部电影 当然 这些是双重标准的 那些自由派 譬如说在德国纳粹时代 有一个女性的纪录片大师 叫做Lanny Revenstar 他拍过这个叫做1936年 拍了奥运会的纪录片 明显是为美化 希特拉是维仪创作的 但他又是一个 在女性主义者眼中 他一个非常出色 而且几乎是电影史上第一个 纪录片的导演 而且是大师 因为他是女人 但Woodie Allen不同 他是犹太人 又是男人 加上他样子不是很吸引 人家看到一些猥琐 再加上你整件这样的样女 就变成了一些人对他很多的偏见 说起他这个过程 回到最开始 他第一部非常之叫做成名作 Mann Hatton 是1979年的作品 当时他是第一次 好像之前他有拍彩色片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电影 他用了黑白片做 故事内容其实很大程度 就是将他自己放了出来 就是他做回自己 故事里面 他周游在几个不同的女性角色身上 发展不同的爱情线 你可以说有点乱 关系上有点乱 不是说电影乱 但那个的确是Woodie Allen自己 他自己也演了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部电影 所以他的对白很多时 是他自己夫子自渡 所以变成了一个弱点 就是他的电影里面 很多的角色 由于他要维持精净的对白 推进的情节 很多的角色说的东西 就似乎跟角色的性格和年龄 不是很相似的 包括那些女主角 这就是写作的人转行做导演 流露出来一个缺点也好特点也好 所以变成了曼哈顿有很多精净的句子 例如他承认 向那些女伴他承认 他每一段男女关系都不会很久 他说我没有一段男女关系 会维持得长过希特拉和他的情婦 Eva 我也知道希特拉和他的情婦 在他末日之前匆匆结婚 然后饮蛋自尽 他用这样的秘语来说 到了今天这些政治正确 左派的东西犯道德主义 显然会觉得有人受到冒犯 而且想想他是一个犹太人 这些绝话抵死的对白 只有犹太人一种犹太式的幽默 才可以创作出来 然后他将这些幽默感 化在他的电影故事 人物和对白里面 所以变成了自成一家人 我觉得他的电影你欣赏的地方 其实除了刚才说的一些对白 或者什么很精净之外 其实你是要再多一点 立体一点去看 你到底在他身上 看到一种对现实的 他很老实承认 然后告诉他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这样的 他不会说 最近刚刚推出的迪士尼Plus 给大家申请 但其实我是不是很抗拒 又不是 不是的 但是迪士尼的 素造的世界是一个很美好 很左胶的一个世界 但是Woodie Allen这种类型的导演 其实在现在这个年代 在一个大环境之下 他的生存空间其实就很小 很小 因为现在第一阅读的人少了 你要熟悉Woodie Allen 你一定要是一个文字的阅读者 第二就是对于他在戏里表达的典故 要有广博的知识 包括对美术史历史的人物 要有种种起码的了解 现在是一个影像和网络 电竞时代 现在的年轻观众看戏的要求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Woodie Allen 我想后继也挺难有人的 虽然他的电影成本非常低 其实不难拍的 钱不太多 作者和他的才华本身是一个灵魂 那靠你接班 我当我不能够跟Woodie Allen相比 这个也是一个气候和市场的问题 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两集 我们讲了几部戏 大家的确可以找回这几部戏去看 然后尝试在他的戏里面 除了故事剧情以外 再阅读多些 到底他这个 这个类型的电影 到底是代表着一种什么意识形态 是否可以叫做意识形态 或者是什么种流派 什么 fashion 还有在七八十年代 在美国的东岸 是有一帮知识分子 好像我们看回现在 这个叫做竹林七言 是知道魏晋南北朝 有一帮中国的文人 是这样的生活态度 和这样的想法 这就已经令到他将来 在电影史上千古留名 是 这样就学到东西了 那我们讲到这为止 多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